字幕提供 欢迎订阅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大陆一直都声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些外国人一直都说统一 人家都未和你统一 就是说不是你一部分 当然中国大陆有战狼 有另一番说法 如何证明他一部分 或者不是一部分 在英国有一个在台湾住的YouTuber 去做一个实测 这个实测我觉得是相当有趣 就是去中国大陆的 叫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叫China Visit Application Surface Center 去申请去台湾的签证 结果是怎样呢 不说自明 不过过程是觉得很有趣的 回去再说 各位 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 VPN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 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伺服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 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 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词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这个YouTuber就是英国人 他在中国大陆 台湾也曾经住过 他的国语和普通话也能说到 他在YouTube上 用这个签证 Taiwan Visa at China's Visa Office 然后有个问号 Visa Denied 即被他签证 So Taiwan isn't a part of China 所以用这个逻辑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怎样做呢 首先他一开始的时候 拿着中华民国国旗 清天白日 滿地红旗 在这个签证服务署 在中国的签证服务署外面 他一直都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究竟是不是呢 他举了很多不同的证据 又引述外交部发言人 讲讲的时候 有一个签证署的职员 我相信就在这个门口走出来 看一看 看一看他没有做过什么 然后有一个 安装 就走过来 你不能在那里拍摄 英国人就很清楚自己的权利 好像Dr.K 这个是公众场合 为什么不能拍摄 有什么问题 他一直在这个门口拍摄 也有些人走过 然后就说了大餐之后 于是他就进去里面 就申请这个签证 我看也挺有趣 他申请签证 他就问职员 申请签证 他就带着咪咪 录音 他也很好 他就找个人在玻璃外面 在门口的玻璃外面拍摄 其实拍不到什么 看不到什么 但是呢 为什么好呢 他就打了格子 不暴露这个职员的身份 只是听到他的声音 他用英文问他 我想申请 去台湾的签证 台湾Visa 我在这里做做不做到的 他走进去 隔着玻璃拍摄 不行 职员就说不行 申请台湾签证不行 你这里只能够去申请 Mainland China的签证 那 然后 Lewis就问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职员的表情很尴尬 很尴尬的声音很尴尬 虽然看不到他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感答 身边有一个女子 那些女子 究竟是去申请Visa 不像外国人 也不像外国人 还是里面的职员 一个女子就回应 插嘴用英文说的 China wanted to No but it isn't 中国想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大事实不是 是 这样 也在签证处 服务中心 继续走出来 这样 刚才一开始说 有人去阻撓 相信这个阻撓的人 应该是安全 是挂着英国保安业的 SIA 注册局的蓝色证件 也不算很争论 即是说 你不要拍我 这是公共场所 你不可以在这里 他就说 你去那边拍吧 攝影师就说 这里是公共场所 为什么我不能拍 接着那个男子就说 你不可以把相机放在我面前 就说 这个影响到 他们不准拍的样子 总之就是这样 双方也没有什么 很大的冲突 也不算很大冲突 但他以前也试过 拍类似的影片的时候 是会有影响 他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签证处的职员 表现专业和有礼 但明显对他提出的问题 没有准备 担心连对他人 拒续透露用普通话 回应他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女子是谁 那女子是谁 Channel12 Benedison 是谁 他没有说 他说 他估计两个保安 接到更高层的指示 要滋饿拍摄的工作 和他交手的保安 会以工作之名侵害他的自由 作为英国人 为什么会用行动去做这件事 对抗中国大陆 对抗中共 路易斯说 中国用很多钱在海外进行大外宣 目标的对象就是他们这种外国人 不过 在大陆和台湾 住过的经历 于是他决定制作一条片 是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向世界介绍台湾之美 他说 寄予在英港人 表示 英国非常欢迎港人定举 希望港人勇于分享自己的故事 令到全世界知道 香港在中共治下 发生不公不二的事情 鼓励在英港人保持正面 以及选择英国为家而感到自豪 又感谢他们对英国 很大的贡献 你们真是很了不起 看回留言 我认识的留言 挺好的 留言 有些留言说 比去多台湾人更像真正的台湾人 相对是台湾人 亦有勇气为台湾发声 非常感谢 当然有些大陆人有回应他 人家做这件事有钱拿的 很喜歡說有錢 我覺得挺有趣 總之說人家有錢 也有些人說 我預計這條片會爆紅 小心小粉紅會出征 也說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很感動 上天會眷顧你一世平安 我覺得這條片挺有趣 哈桑 半島電視台也訪問過高智凱 為何你日思夜想是否有 勤迫症 說要統一台灣 但沒有統一台灣 台灣沒有多少人願意跟你統一 如果統一了台灣 把10%有日本血統的台灣人簽承諾書 要不然就要趕走 這樣是不是種族清洗 搞到他 我覺得真的找空捐 無地自用 不知道怎麼回答 現在這個 就用很實證的方式 他想告訴人 中國大陸是管不了台灣 你經常說他是你一部分 管不了台灣 這是一個事實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 美國供應很多武器 台灣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有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 有定時的選舉 有總統的直接選舉 有立法院選舉 有這個地方的選舉 有市長等等 很多的選舉 台灣現在大陸想影響這些選舉 不停想影響這些選舉 但結果民進黨就連續執政 台灣有自己的法定貨幣 你也是 不會影響到他 但是 當然 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大家知道 台灣 很多網紅 給了錢他去拍片 去歌頌祖國河山的壯麗 是吧 也有很多人說 台灣有自己的入境制度 這就是 今次的YouTuber 想說的 大陸 是沒有辦法 對台灣發出任何的入境簽證 就好像 回應的人說 他們想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但現在不是 你做不到 將來怎樣呢 會不會武統 會不會留人 會不會 攻佔台積電 等等 這就是後話 我經常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是有這個危機的存在 迫在眉睫 台灣人究竟醒不醒覺 這真是 看他們的造化 現在似乎 大陸的統一攻勢 軟實力的統一攻勢越來越厲害 這也是令我覺得 很擔心的地方 我對台灣能夠 繼續堅持 越來越失去信心 因為 裡面太多台奸 但是 這位 YouTuber 英國YouTuber 做了這件事 正如留言 所說 你是為 台灣人也說不了這件事 台灣人也沒有說 是吧 你是比台灣人更台灣人 你是比台灣人更像真正的台灣人 台灣人越來越像香港人 有很多東西 是不敢表白 所以 有些台灣的留言說 你很勇敢 台灣人為你的義舉感到恩惠 台灣人感謝你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甚麼 容易感到恩惠 台灣人感謝你 台灣人根本就是 都不敢說 是不是 感謝你對於台灣的認同 也是非常之大多數 居住在台灣人的心聲 不過他不敢說 真正感謝 都需要國際上 和台灣 和國家來支持台灣 歷史上台灣跟大陸已經變成兩個不同的國家 之後這些包袱會讓某些人 愛於掌權者不得不聲稱 是一個中國 在大陸是一種統治手段 台灣也有某些 能從中國獲取利益的既得利益者 支持這個說法 但是 他們 台灣人 並不以 成為中國人為榮 反而是一種恥 這是我 只想愛惜 愛惜自己生長的地方 台灣 以一個台灣人為榮 但是 在台灣 有很多在大陸做生意的台商 包括譬如長榮 大家知道以前是農營 是吧 因為在大陸有很多的生意 包括酒店等等 都是小粉紅 一個小粉紅 挑機的情況下 踢館然後就跪下 向他道歉 藝人一樣 網紅一樣 台商一樣 媒體也是這樣 你說 一個英國的Youtuber 才敢做這件事 對台灣人來說 這是一個什麼的啟示 你只是多謝他 但你自己有沒有為自己發聲 有沒有為自己堅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當然 這個實證就是告訴全世界 你說台灣是你的一部分 為什麼你什麼都做不到 又簽不到證 對於大陸來說 你看看 指日可待 我就用武力 去修復你 你看看你還斬斬 勾結外國社 他可能會這樣想 看看小粉紅對這段片的反應是怎樣 出征的機會是很大的 我覺得就是 我來娛樂一下 我給我連結放在這裡 大家也上去看看 整個過程是怎樣 不是很曲折離奇 又不是很生氣的 不是像小粉紅 去踩場那麼生氣的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很斯文的 很英國式的幽默 好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我是深澤歐快的頻道 謝謝你收聽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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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